词曲 与努力合作 嘿嘿 欢迎HuaiWork频道 久违的一起开箱分享 之前想跟大家分享的鞋款呢 不是新款 但是它是最近更新的一个鞋款 也是对于我个人来讲 很想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先来开箱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啦 鞋盒是这样的 OK 货号在这边 是常见的一双SALOMON 目前来讲比较普款的鞋盒了 然后鞋子呢就是这一双 最近各位应该也有看到了 Speed Cross 3代的这双熔岩配色 你想要叫做番茄炒蛋也可以 就是很艳的红跟黄 不知道这个颜值你觉得怎么样 Speed Cross 3这双鞋整体的设计感呢 我觉得还是很在线的 然后这一代就是最新款的这一个呢 会有一些改动 我们等会再说 大家在我频道里面看到了 那么多双SALOMON的介绍 那么其实整件事情的开头 或者说让我认识到 SALOMON品牌的第一双鞋款呢 其实就是Speed Cross 3这一双鞋的鞋款了 当时应该是18年左右 具体时间五 我还要记得了 总之我是在 主张中街拍上面看到的 当时就是The Broken Arm 和SALOMON联名的那一款高帮Snow Cross 那个配色以及鞋型 真的是对我的印象挺深的 包括普通款的第一帮Speed Cross 3 也是有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因为这个鞋的造型 它就是一个非常夸张 很有攻击性 很有速度感 很有设计感的 这样一个性能为取向的设计 那么这整一个Speed Cross 系列 最早第一代的时候 实际上在2006年就有 那么让这个系列大放异彩的 那个年份应该是08年 黑天皇穿的它 跑了UTMB的冠军 并且是破了纪录 除了大家常见的Speed Cross 第一帮的四代五代六代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中高帮的款式 以及一些额外的针对不同地形的变体 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 跟Broca的联名那一双高帮的Snow Cross 我自己有一双纯黑色版本 是Advanced系列的 更加适合程式化 我记得有两个配色 一个是我的全黑色 还有一款是偏微微发黄的米白色 都挺漂亮的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Spite Cross 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到 这一个版本呢 它会是在普通性能版本 Performance版本的鞋底基础上 把这一个额外的凸点 给它换成金属的 就会让它在冰面上 有更好的抓地表现 当然那些中高帮的款式 都搭载了CSWP的防水科技了 那么在DeproconUp与Snow Cross 联名带出这双鞋之后呢 也是将Snow Cross从越野跑鞋 或者说叫纯户外表现的运动鞋 把这个品牌基因带到了城市 带到了时尚带到潮流之中 后续也有很多其他品牌的联名 包括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们经常能见到的 除了DeproconUp之外 还有1100BPS 那之前还跟这双Spite Cross 联名过的还有Palace 然后以及最近Cross系列 话题度比较高的 MM6的Cross系列 那么今年呢 开年的时候 其实我就接到上面邀请 拍摄了一些 关于今年即将要发售Speed Cross的 一些鞋款的影像工作 国际各位朋友之前也能看得到 我有参加过他们上一款 配色的发售 就是那双雷霆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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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售 所以成果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觉得实际印刷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不过想象中印刷质量的效果也好 然后包括附近那几张也是 今年对于Speed Cross 这个鞋款 或者说整一个系列来讲 会是比较重要的一年 因为会有很多配色陆续会发布 那么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Speed Cross 3 在今年发布的鞋款 对于往期来讲 有什么改进和升级 首先还是看一下整双鞋 新款是这样子的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这一款鞋 旧款大概怎样的 我拿一双你们看一下 那旧款的鞋款呢 我之前收到的还是黑盒Limited的版本 过去的款式是这样子的 其实整个差别在我个人来讲呢 改动的都是一些细节的部位 就整体的鞋款的造型感 或者说是招牌设计元素 不会有太大动作去改变它 你可以看一下 就乍一看你不会觉得说 新和旧很明显 对吧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要把它推向 更多人群去穿着使用 打开这一个方向的话呢 可能要做的会更加削弱 它的户外性能的表现 而去更加适合城市路面 以及这场穿着啊 通勤在这方面 所以它的整一个升级和改动 基本上也是围要这一块去展开的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双鞋款的一些招牌设计 基本上是升级之后依然有保留的 首先就是可以看非常夸张的 这一个抓地而驰的设计 在不管新款和旧款上呢 都是有这么夸张的造型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会有一些不一样 首先就是整个尔齿的密度 和形状的大小有变化 新版的这个版本呢 单个尔齿的面积会增大了一些 并且密度也增加了 就它们靠得更近了 旧款的这个更加稀松一些啊 大家互相距离远一点 并且它整个单个的面积也不说特别大 然后你可以看它底部 这个底纹的位置呢 旧款是光滑的 而新款这一个它底纹会有点 类似篮球表面那种颗粒感的小圆点 然后就是这一个非常经典的 几个小凸点的位置呢 是取消掉没有的了 它变成全屏的尔齿 这个就更加适合在城市路面穿着 不管是光滑的石砖地啊 石板路也会相比较 旧款的这一个来讲 更加抓得住 并且它的橡胶配方呢 也是有改变 但是这一个呢 很难在外表上看出来 实际你穿着的时候就能感受到 鞋底其实我已经是去户外穿过 拍过照 并且我回家重新刷过一遍了 你可以看一下 两双鞋我其实都是打理过 才收起来的 很明显 新款的这个橡胶配方是更好 清洁更好打理 它字节能力也挺强的 旧款这一个可能是由于它 需要适应的 还是住外地面更加多 它的设计出发点呢 使得整个橡胶配方更加软一些 比较轻易能造成更多的使用痕迹 但是整个外底的设计感 或者说它这个夸张的攻击性的造型呢 是没有改变的 依然沉沉下来了 包括外观这一个非常夸张 Sensefit的线条造型 Sensefit一直连到这一个Quicklase的结构 可以看得到后跟的这一个字体有所改动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橡胶配方改变了 但是中底缓震的泡棉呢 其实没有太大改动 还是这一个非常轻量化Lightweight Muscle 那么整个鞋型呢 至少在我自己穿着体验来讲呢 我觉得改动不大的 但是新款这一个呢 可能他们也考虑到了 如果真的是要在城市使用的话 不需要那么强的性能和包裹感 所以它会把鞋身 整个填充呢 削弱了一些 变得更保更加透气了 是这种网格纹的织布面 其实这一个颜色来讲呢 是一样的材质 但是这个会更保更透气 另外一个雷霆金的配色 我之前拍摄的时候呢 面料的布纹 不是这一种网格植物 它会更加像是鱼网纹的透气网面 那个更加透气更夸张一些 然后整个重量也非常非常的轻 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穿着的 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包括当时整个拍摄的时间条件所限制呢 我当时是带它去到了 漳州附近的海边拍摄 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双鞋的拍摄工作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简单还是分享一下 我穿这双鞋拍摄的这几天一点小小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双低帮的 SpeedCross 3代 最OG的那种版本 以及这双高帮SnowCross 这双鞋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在云南那些鞋 如果你还没看过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不多讲了 我拍摄的时候呢 其实被海水冲刷了 但是没有浸泡感 它很快就能干掉 挥发掉鞋里的水分 还是比较舒服耐穿的 如果你不是刻意去踩湿滑的石头 或者青苔之类的路面 不会有踩不稳打滑的现象 时间有限 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具体的过程 因为其实我当时也拍了蛮多话续 但是由于等一个拍摄窗口期的时间相当的短 所以我还是只能放一部分的画面 或者说分享一点点话续给各位 我也不想把影片时间拉太长 如果你关注我这一些外出拍摄工作的分享 你可以留意我后续的影片 还会有相似的内容 那么整一个拍摄行程 是二四年的一月中旬 我们当时时间比较赶 整个拍摄窗口期可能就两三天 那么不算前期准备的时间了 所以我也是基本上是一脚油门 直接开到长洲去 然后第二天在退潮的时间点 下到海岸线去抓紧拍了一下 那么受到季节的因素地理的影响 天气方面的关系 以及我们实际去到拍摄场地的时候 正好是日落的 这一个传统的摄影商叫Golden Hour 太阳落山之前的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光线比较的柔和 但是有足够的亮度 并且主要是当时那一带的环境正好退潮 能把一些礁石露出来 但是不至于说潮水完全退低 导致拍不到海浪 所以这个窗口期虽然说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去拍 但实际上真正在拍摄中进行的一些时间 可能两天加起来也就不到两个小时了 整个时间还是非常紧的 不过最后的成品呢 我们都还是挺满意的 大家也可以在雷霆金的发布活动上有看到 当然现在你可能看不到吧 那我这里也会贴一些花絮花面给大家看一下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一次的工作 虽然实际上比较敢 但是能拍出很有成就感的作品 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么我也很开心能够把我自己的理解和视觉表达 借助这样的渠道分享给各位 看别人捡了多少东西 这个人也想捡 找到没啊 在哪里 拿车看一下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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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捡到了 我们今天晚餐咯 加点餐 15亿景贵不贵 你觉得 本港海鲜 淘天本地食材 简单吃一顿 还在煮水 有 工作了一整天 等的就是这一顿 OK那么相信大家在前面应该也看到了 Speak Core 3 雷霆金这一个配色 在户外的一些上升情况一些表现 包括它实际的穿着性能 其实我当时也在海边的胶石上试了一下 确实它的这一个改动呢 会更加适合城市里更加常见的路况去使用 旧款的这一个纹路设计以及橡胶配方 它会更加适合soft ground 也就是传统的松软泥地去使用 那也就是我们大家更常认为的走山路了 所以说它整一个这一次的改动以及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对于城市化使用来讲呢 是值得肯定的 整个鞋身改动的部分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鞋身前面的这一个部位 填充棉稍微少了一点点 后跟的填充还是依然保留相当程度的厚度的 你的脚部跟穿进去呢是裹得非常紧 并且后跟这一些招牌的小反光条鞋头 这一个都得到了保留 整个鞋穿上去的视觉造型呢 是没有任何删减的 能给到很浓的SpeedCross家族的味道 在这一次更新的所有配色里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配色也是相当大胆的那一个了 然后鞋子内部呢 其实鞋垫的话会有一点点印字上面的不一样 但整体的配置也没有删减 一样的Othlite抗菌鞋垫 一样是这一个后跟有海绵承托的版本 不过这个logo会不一样 新版可能会更加好看 简洁一点 就把这性能感比较强了 然后这一个胶 可能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出汗多的话 它会不会斩到你的脚 斩到袜子就斩掉了 如果你对接下来要发售配色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就实际去店里面体验试穿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熔岩 最近我在城市里上升的一些搭配 及穿着感受的分享 这双SpeedCross 3的鞋型 不管从配色上来讲 还是从它整个设计感来讲 都是非常有时尚潜力 熔岩的感觉呢 也相当有视觉冲击感和反差感 所以我在整身搭配的单品选择上呢 也是选了一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冲突感的单品 又挺适合目前这一个季节的 就是这种阴晴不定又回南又潮湿 想要下雨又偶尔可能出点太阳 至少在南方来讲啊 会是这种非常多变的天气状况 那么我选择的单品呢 也会更加在有反差感的基础上 会带一点实用的供应性 我们从头到脚看 上升的选择呢 早几年Washwing品牌的 触碰衣挺不错的一个红色Gortex材质的面料 去做了一件冲衣 然后这一个红色 其实你在画面上看它会有点偏暗 不知道能不能get到 它会有点偏冷色的红色 那么在这种天气状况下穿呢 里面一件薄薄打底 搭配这一件防水外套 其实我觉得已经能适应 至少我日常逛街来讲 大部分的使用情况 那么外面我会搭配一个口袋 多一点的马甲 来自COMFI OUTDOOR CMF不用额外再背一个包了 那么头戴式耳机呢 我之前跟各位分享过 来自SANSIAR的MOMENTUM 4 头顶的发带 也是之前跟各位分享过的 来自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品牌 诺勒的一个毛牛绒的发带 非常棒的单品 以及这个品牌也很棒 推荐各位都去了解一下 脸上的墨镜呢 是上一条眼镜的影片 各位分享过的 来自习近的XS6黄龙 我已经配好自己的度数了 但镜片呢 还是他们官方原装的一个渐变镜片 我觉得它的效果很漂亮 下层裤子应该是 去年购入的一条 CP Company的BALTIC材质的工装裤 它这个成衣染色的效果 对于这双鞋来讲 我觉得有部分水洗的区域 能够做到融洽亮黄色 但同时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鞋的黄色 其实也是有点渐变的 尤其是在这一条鸭胶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从红色渐变到橙色 然后暖黄一直到偏冷 甚至有点发萤光绿的感觉 所以说它整一个颜色 有冲击感的情况下 它还是有点合理的过渡 那么为了呼应那一点点偏萤光的感觉 我也是在裤脚扎多了一条 来自Anonymous反光条周边 这反光条就是那种骑单车的时候 要把裤脚扎起来 避免蹭到齿轮的那一个作用 或者说是跑步单纯带一个反光条 为了安全也不错 那么在马甲的挂带上 我还挂了一个荧光色的手套 也是来自Anonymous这一个系列 那我手里的Linster的骚本购物袋 其实也是我后面将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鞋款 现在我先卖个关子 所以咖啡配信也跟各位分享过了 来自国内品牌HoloHolo 那么这就是这一双熔岩配色的SpeedCross 3 新一代的版本 在城市中我的专达分享 简直跟各位做一些灵感启发 它确实有一定的功能性 同时有一定的反差感和冲撞感 但是我想尽量表现的和谐 或者说合理一点 不管是台字选择上也好 在它的设计感上也好 都会有一些更加适合城市化穿着的一些表现 关于新一代这个SpeedCross 3 或者说整个SpeedCross系列 我就大概先讲这么多 其实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不少 如果还有些问题 或者说我没提到点 欢迎你另外再轮延去问我吧 我最近收到鞋款 或者说是春季要发售新款 其实也蛮多的 但是这条影片由于我想 有点私心吧 插入一些跟出行拍摄 偏Vlog一些的画面素材 那我也不想把时间拖太长了 所以剩下的一些鞋款 我会另外再一条影片给大家分享 包括一些我年前海淘的产品 最近才收到 我都一并放在后面的影片来分享 那今天大概就这些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希望你归金三连 不关键你们的观众 也得点订阅栏 我是罗 我们下期见吧